這一張是我蒐集的 錄音帶的一小部分 我家裡面大概有四百多捲 錄音帶 就是從 對 因為我們以前那年代聽音樂 就是買錄音帶 對 我明知 我是覺得我們那個年代 聽音樂的習慣 跟現代人是完全不一樣 我們可能會先看封面 看這個人正不正 正不正 對 然後接著我們 如果是西洋歌曲 我們會打開看裡面 有個歌詞有沒有 會從...它會有翻譯 我們就會先看一下 到底在唱什麼東西 對 但是錄音帶就一定要從 A面第一首聽到B面最後一首 沒辦法跳著聽嗎 所以你會了解 整張專輯的概念 對 現在這種數位音樂之後 大家就是... 我只是想聽那一首 所以你可能永遠都沒有聽過 B面第二首 我跟你講這有 所以我覺得我們那個時候 那個聽音樂比較有儀式感 不過現在好像沒有這樣的 那個... Player 我家裡還有 還有啊 我家裡還有 然後我們那個年代就是說 我們去同學家 看他櫃子上放哪些錄音帶 大概就知道我們兩個合不合了 品味接近的 這幾張他有買 我也有買 大家就很好聊 然後他買的都是我不喜歡的 那可能就... 好像也不易保存吧 錄音帶會托詞 所以會壞掉 但是唱片比較不會 唱片就洗乾淨就好了 對... OK 後床呢 後床是什麼 後床是什麼 後床是我... 不好意思 這是我以前收集的漫畫書 現在也放在台中的家裡 你收集漫畫書 對 那個年代的漫畫 就是因為那時候有 國立編譯館有審查制度 對 所以很多這個國內的漫畫 漫畫也國立編譯館要審查 對 所以造成很多國內漫畫家 沒辦法畫下去 因為那個審查很隨意 比如說你整本書畫完了 才能送去審查 可能主審的人看一看說 你這個漫畫裡面 這個狗會講話不合理 就回家了 就丟回家了 對 那個年代 湯老鴨可以講話 我們台灣狗不合理 然後... 所以後來就很多出版社 他就去鄰近的日本 找內容來出版 對... 可是他還是要讓編譯館蓋章 所以他就是... 那個時候叫翻版漫畫 因為那個還沒有 版權授權的那個概念 他翻版過來說 為了通過這個審查 把裡面比較不OK的內容 比如說塗掉 或裸露的那一頁撕掉 拿去審查 反正你蓋章就可以賣 是... 所以後來就變成這個質感 就變成層次不齊 那造成很多民眾 尤其父母就會覺得 漫畫是不好的東西 就這個荼毒一直到現在 真的 對 害我們漫畫家 都被人家看不起 其實全球不是這樣子 當然... 那下一頁呢 下一頁 好 下一頁是 這一張也是很珍貴的照片 因為看剛剛 大家都在秀年輕的時候 真的啊 父親三公 這個我是剛十五歲 國中畢業上來台北念 父親三公的 這個衣服就是... 一看的 衣服就是... 那衣服就是... 那衣服就是... 衣服就是... 因為那時候父親三公的制服 就是紅色 現在也是很特別